哈囉 各位新朋友 然後現在是菲律賓的第二天 然後現在是11點多 我們在等其他的模擬師一集會合要去吃午餐 然後今天的行程會蠻緊湊的 然後等一下1點多會開始拍攝一些開場影片 然後接下來5點多的道具就開始專項 要運到會餐去的 然後明天早上6點要不去會餐 然後明天是正式演出 所以彩排跟演出是同一天 這對我來說壓力非常大 應該說通常我們去一般的海外演出 或是國外的演出的時候 通常是會先彩排 然後合一天才是正式表演 所以前一天可以慢慢的組裝 可是如果是明天表演又是彩排的話 就變成明天要很快速的去組裝我所有的 用到的器材 所以壓力會比較大 那我們就晚一點再聊 謝謝大家 多謝 太多可惜了 我一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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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我對於生活的想法 跟他們蠻雷同的 就不一定要說明 應該說以前我有曾經迷思過 所以我曾經去追求所謂的民情 因為我覺得有名氣才會有 很大的前進 所以在 一年到一四年之間 我有試著去追求所謂的民或立 想要上更多是電視節目 想要上更多的新聞 可是後來我發現我錯了 應該說生活是你要去轉捧的 而不是讓生活去轉捧的 然後這家咖啡廳還蠻漂亮的 然後像我們要拍一個 前導影片不知道怎麼拍 所以我帶了兩套衣服 一個是我現在身上穿的 一個比較偏表演式的衣服 在這家咖啡廳 大概是中間的衣服 是中間的衣服 這家咖啡廳 是中間的衣服 這家咖啡廳 所以現在 這家咖啡廳 請你來看 來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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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剛剛吃完晚餐 然後在吃晚餐的時候呢 遇到一個老朋友皮卡索 然後他今天 昨天還是今天有跟我聯繫 然後他有說他也 他知道我的行程在菲律賓有表演 然後我就非常的意外說 你怎麼知道我在菲律賓有表演 然後他說他也在菲律賓 然後他有說他也 有沒有時間跟我見個面 對他是一個新加坡的 應該是活動公司或公安公司的老闆 然後在四年前左右 我有去他的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很特別是在除夕夜的晚上 然後我去的時候才發現 去的地方是 新加坡的首部的家裡 然後在我們的除夕夜表演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剛才見到 進去餐廳的時候突然間他就出現了 然後我就嚇了一大跳 他說要見面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見面 因為我們的行程 像今天行程就一直都有事情要安排 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見面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住哪裡 然後我把我們住的電子傳給他 然後我想說可能沒辦法見到面了 結果剛才在餐廳的時候就見到他了 你見到他的時候應該覺得這個人就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很 濃光放花 而且他的皮膚都一直有紅露的感覺 然後他是之前 他是一個武打明星 他我也有拍過電影 然後他有剛才跟我們說 那個餐廳是他的老闆 然後也都是透過 就是武打 然後武術指導 然後認識的 然後認識的很久 30年之久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可以維持這麼久的友誼 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你的手指比的那個他沒有照到 對 你剛在這裡比的 所以他沒有進去 對啊 而且剛才那個晚上吃得很豐盛 就是 也不是相較於昨天 就是我就吃起來也是很開心的 而且那個 飯店 餐廳的設計我覺得非常的食尚 而且很有自己的特色風格 我覺得很厲害 滿好吃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面對殘酷的事情 我們明天早三 6點半嗎 6點半要在大廳 6點半要在大廳 所以現在 6點半 天啊 說個好消息 如果我們現在 嘻哩咕嚕就趕快在9點睡覺 我們總共會擁有約莫 9小時的睡眠時間 但是這是做不到的事情 你睡得著嗎 睡不著 這是我們明天要表演的道具 會從裡面跳出一支有顏色的鼻子 做六點 這是我們的贊助商 這是活動的贊助商之一 不在乎 因為不是贊助商 好啦 那待會兒聊 謝謝大家 我們到達了 約 18 Pierce 烹長 爹